HELLO,大家好,我是Hidy 我最喜歡的九月又完了又要等一年了 今個月很多故事想跟大家說 所以事不宜遲,馬上開始我們每月用什麼 今個月最多人問,悲驅莫屬 一條比較偏灰綠色的闊腳西褲 有故事要說的 話說有一天我就去餐廳吃豬手撈麵 一個麻煩整個豬手掉到大腿 就GG了 你知道,藍魚汁又難洗 然後它在大腿前方是極明顯遮不到的情況下 我就忍不住衝去買褲 就是遇到它,結果撿到寶 它是130元,在花園街買的 千萬不要問我是哪間店 因為當時情況很緊急 我是跑去最近右手邊頭三四間 大家都以為是比較貴的西褲 No,No,No 雖然它的品質是一般的 你可以看到裡面其實都是漆的 還有很多的線頭位 但是130元來說 我絕對可以原諒到這個質素 而且它配很多衣服 都絕對不會有一個廉價的感覺 大家看到我去Events 然後穿出來拍照也是很漂亮的 上班也可以,約朋友出街 然後吃飯也只有它是橡筋 是很闊的 而且它有這個皮帶位 不需要自己去配皮帶 都會有一個設計感 它的包包是可以放到整部電話的 不是裝了東西 只是裝了一點東西 它的質地是非常輕的 不會焗 夏天穿的時候很舒服 它的長度也不會拖地 我153穿還是剛剛好 而且它是不用燙的 昨天我把整條褲子亂塞在背包裡 不是摺好是這樣的一件東西 然後今天我拍片的時候 就這樣攤開它 已經是,你看看 沒有任何很炒的感覺 只是上面這裡 原裝有些摺的 之後就可以穿出街 真的很方便 這條褲 繼西褲之後 今個月有另一樣東西 都是跟大家討論得很熱烈的 在IG那裡 就是吃雞精 這個又有故事說 在長洲有一位依依 她是由早上7點做到凌晨2點的勞動工作 她都是很精神 用不光換髮 連黑眼圈都沒有 看到她都是精神滿滿的 我就忍不住問她 究竟依依你怎樣可以做到的 她就說 不是啊一向都是這樣的 可能因為我老公 她會買滴雞精給我喝 你買哪一隻 我又想試試 我都不知道哪一隻 她有屈臣屎買的 就是這樣 我心裡就埋下了一個種子 究竟是否吃完滴雞精 就像依依一樣 那麼容光換髮 那麼精神 可以做那麼久 然後我就放上IG問 大家 反應非常之好 很多朋友都告訴我 她吃完之後很好 也有朋友說她吃完之後 沒什麼感覺 但是呢 我就覺得 姑且可以一試 我就自己買了 在那麼多個不同的意見下 我看到最多人選擇 就是這個 叫什麼名字 老協真 還有另一個叫田園香 因為它便宜一點 我就買它來試一下 原來是有點用的 真的 我覺得它是挺方便的 早上起床喝完一杯暖水之後 就會用熱水去再熱它 三分鐘左右 打開它 倒進碗裡就可以喝了 它是挺好喝的 真的好像雞湯一樣 不會像小時候 白蘭子雞精 醬油拌生雞蛋 有一股腥味的感覺 它沒有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全部牌子都沒有 但是這個老協真 是我願意每天早上起床 會期待去喝的一個雞湯 大家有沒有興趣 我買多幾個牌子回來 平避一下味道 我自己有點好奇 Anyway 另一件事就是效果 喝完之後 精神好很多 不是一喝完整個人 元氣滿滿 超級殺人 我來了 不是的 反而是做了一日夜之後 我以前會很虛脫 整個人沒有精神 很想快點關燈 個人斷電的感覺 現在是可以晚上都感覺到自己 還沒用完那些電量 還有30%的感覺 所以我蠻喜歡 但是應該不是所有人都適合喝的 有觀眾分享喝完之後 跟我的感覺是一樣的 很精神 但是也有觀眾喝完之後沒有感覺 甚至乎會爆暗瘡 生濕疹 有很多不同的問題 所以是要了解自己的體質 適不適合 一包都蠻貴的 大約要30多元 所以不要麻木去買了 純粹告訴大家 我今個月是在試喝滴雞精 到今天第三個故事 主角是他們 沒錯 我買了最新的iPhone14 Pro 紫色512G 原本我預訂失敗很不開心 當日志在必得 教了鬧鐘 八點鐘進去搶 是壞了的 我沒想過這麼多人搶 總之 最後我憑著自己的堅持和毅力 在第一天 遲買早享受 在官網那裡搶回來 現在可能大貨差不多到大家不需要這樣搶 但是萬一你訂了11月送貨的話 可以試一下這個方法 去官網那裡 一樣買電話的程序 你看到有個位置寫著送貨 或者在店裡拿貨 你就堅持 或者在店裡拿貨 按按按,一直延 da refresh 它有時會彈出一點的會 agree 當早上6時開始搶到至少3時 不過有時間 Turkan 可以看到來自不同的店 rom也有時 corte 所以大家亦可以嘗試 然後用了1-1週左右 用後感我不很習慣 可能我用到11 Pro跟5.8吋� schlimm 這個是6.1吋 它有比較重的情況下 很痠 手經常要拿著電話 很累 還要適應 然後大家最好奇 應該是關於鏡頭 它這次上升到4800萬像素 拍出來的確是比起11 Pro 比較細緻 會比較鎮定 還有細節位置放大 都不會蒙 不過錄影的時候 是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它會跳鏡 以我所知 由13開始 不知道是13還是13 Pro 都有這個問題 到14 Pro 依然存在 11 Pro 我拍Story 無論近還是遠 都是很Smooth 不過去到14 Pro 拍Story的時候 它會跳 你很近的時候會跳一跳 然後你拉遠的時候 又會跳一跳 所以對於會拍影片的朋友 我覺得不是太過方便 還有另一件事就是關於iOS 我原本11 Pro 沒有位置 所以我無法更新到16 現在用16的iOS 我要重新習慣很多位置 因為它現在彈出來的消息都會在下面 就不習慣 我平時是在這裡的位置 還有它的中度 也有一點令我覺得有阻礙 我會習慣以前的流海多些 還有有什麼很細微的位置 它的Paste Copy 那些位置有少少轉了 我習慣了手勢之後 現在就經常按錯 所有東西應該都不是問題 電話是每天用 始終有一天我會習慣 但是現在這一刻 你問我你用13 需不需要轉14的話 我就覺得未必的 未去到一個很大的弱順 弱順 弱順 然後呢 就是破財了 我那天去預訂不到已經很不開心了 然後第二天就不見了我本身的Airpods 整個人跌倒入局底 然後因為我剪片要用Airpods耳機 我就馬上去買了這個 不是最新的 它是Airpods 3 我很想告訴大家 我又是不喜歡 總之今次買了新的兩樣Apple 都不可以把我的心情 砰一聲 是彌補了我本身想換的心情意 這個我不喜歡它的原因 就是它的耳筒位很大 它會一路慢慢移出來 然後自己掉了出來 因為我的耳朵的孔很小 我是用不到入耳式的 是很不舒服的 所以我就沒有想到最新的Airpods Pro 總之這個 我就覺得 沒有以前那個那麼好 但是 我買便宜了$300 是彌補了這個心情的 當日我在海港城的中原 它無緣無故減價 再馬上申請一張信用卡 又可以減$85 我總共減了$300 最後是$1,199 就買到一個全新的Airpods 我都有點開心 因為很多年前我舊的Airpods 都是約$1,1200 感覺上它們沒有通脹過 就純粹分享 好吧 我們下一個 講完長篇的故事 我還有幾個產品想精簡地介紹 這個蠟燭最近超級喜歡 它是來自一個品牌叫做B Candle 我在西貢買的 但是應該不止那裡的 它的味道好像在泰國的SPA 再加一點驅蚊的感覺 它的名字叫做Citron Leather 我近鏡給大家看看 我不小心把蠟燭寫了 現在超級髒的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它本身是一個很簡約 很簡單的設計和包裝 最重要就是它的味道很棒 放在蠟燭下面 整個廳好像去了布吉的Villa 裡面的SPA 是很舒服的 這個味道我真的很喜歡 我買的時候 沒有記錯 是約250元左右 我再檢查 我放在info box 大家可以試一下 這個味道 真的掛著泰國的話 是值得去一試的 然後還想分享這兩支 afterlips的化妝水和精華 在夏天我和美白產品 是完全沒有關係的 經常行山 下沙灘 只會有很黑和很黑的分別 但是為什麼會去介紹美白產品呢 不是越塗越白 可能有白到幾 白完我又曬黑 黑完我又白回正庫零 都不好意思去說 純粹是他們幫我去黃 是非常非常明顯的 我是一個黑中大王 人家是白淚透紅 我是黑淚透黃的人 所以用完它之後去黃氣 整個人是需要不白 但是不會是那種很黃 有種小小病的感覺 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那個toner是比較流質的 我就摘在化妝棉那裡 它是很鮮橙色 好像橙汁 維他命C 你看看顏色 但是它塗出來很清爽 沒有香味 是有味道的 但是它又不是香又不是臭 總之是有味道 然後它是有少少的保濕感 不是粒粒那種 然後精華 它有少少啫喱狀 然後會流質 你看到它流下來 又不是很快的那種 推開它 很水的 很輕身 By the way 它的保濕啫喱也是橙色的 是不是整個品牌都是橙色的呢 給大家看一下 它都是鮮橙色 這個也是很好用的 但是今天它不是我想分享的產品 不過都要先塗 不要浪費 我的用法就是正常拍化妝水 然後精華 就用多一點 大約兩至三噴左右 塗臉 在它還是少少濕的情況下 敷一塊的保濕面膜 沒有所謂的 什麼牌子都可以的 總之就是保濕的面膜 然後你連續可能三天 你會發現自己臉的黃氣是去了很多的 是很有感的 所以就很想今個月跟大家說 因為剛剛那個月我整天外出 然後又喝酒 又吃很多很重口味的飯 是整個人明顯是暗沉黃了 用了它之後回來的 所以就記住記住要跟大家分享 最後一件事 就是在這裡 嘻嘻 我的親生子女 剛剛昨天開箱之後 我決定要放在這條影片裡說 我自己做的陶瓷來的 一手一腳 真的由一坨泥開始 拉這個形狀出來 再去油顏色 最後變成這個成品 是很感動的一件事 連吃過豬手都可以跌到褲子 手殘得好像我這樣的人 都做到出來的話 我真的一門藝術 拉一陶瓷的過程是不辛苦的 不過也不可以說是簡單 要老師告訴你每一步怎樣做 記住它 真的可以一步就搞祸了 要很專心很專注 整件事很文青 很有氣質 跟我平時很不同 所以可以做到他們的樣子出來 我自己都覺得很難以置信 然後很漂亮 真的好像出去買一樣漂亮 整件事很想跟大家分享 我一收到的時候是尖叫了 還有它是要時間 要過程 不是一樣你心急就可以有的東西 你一急 所有東西都會搞祸 所以我覺得是很適合我 讓你一種急躁的人慢慢靜下來 因為我之前說 我自己的情緒焦慮的問題 其實我覺得整陶瓷是可以幫助到我 但是我整陶瓷的時候 暫時都很心急 要慢慢學習的一個心態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事就來到這裡 應該是一個挺長的每月用心 因為有故事要說 然後有很多產品要分享 Chopper催我了 所以我就在這裡結束了 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 記得按個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星期都下載兩條新影片 逢西陸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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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逢西陸有十二點 好了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